哈嘍大家好,我是阿圆 我真的是坐这边住了这样多个月啦 第一次这个时间点,然后在阳台这边来做这个影片的开场 OK,是这样子的 现在叻,已经进入了华人的农历七月 我们都知道农历七月叻,对华人来讲就是不好的月份嘛 因为它代表着归节 然后我认真的想一想,距离上一次我二层Cherry的时候 已经是在subhouse的时候 总之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搞它了 然后今天我突然间有一个idea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idea呢,是因为昨天 因为昨天是正式进入七月初一嘛 然后Cherry她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流传 然后讲如果家里有走廊的话,最好是开一盏灯这样 所以由此可见Cherry她是一个非常迷信 然后非常怕鬼的一个人 然后今天我讲话不可以太大声 我发觉我逐渐越讲越大声 相信之前我follow我的观众啦 如果有去看过我之前在instagram post的东西啦 都会知道我之前其实是一个魔术师 我有跑过舞台秀啊 在我做youtuber之前 我是一个魔术师 有接演出那些的 然后今天我就打算用我的魔术来printchel 让她以为有灵异事件 我的计划叻是这样子的 因为每一年鬼节叻都会流行玩都市传说 对不对,有些人会玩都市传说 然后今天我就打算用都市传说 这个东西来结合我的魔术 来制造灵异现象 然后看Cherry会有怎样的翻译 OK,我现在叻就把我们很难请到的Cherry 终于请到来我的频道了 什么很难请到? 哇,我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服啊 耶~~ 怎么讲我很难请到? 就在一起啊罢了 因为每次要拍你,你就跟我讲 我没有化妆叻 我这里剩了一粒豆叻 那你剩了两粒豆叻 是啊,有豆豆上妆 不然我看吗会影响观众的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观感 对,所以要尊重啊 OK,你已经大致上知道我现在要找你拍什么 可是你不懂具体的内容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 我把后面走廊的灯关掉了 这样 你昨天不是讲过 走廊要留一盏灯吗 哈 可是我现在把走廊的灯关掉 怎么关掉 你们觉得背后凉了 没有 因为我现在很热,我常常是 啊~~ 这样你要喝多一点凉茶 每年的鬼节啦 YouTuber注意听玩什么 诶,不要动这个 OK,怎么诶 因为这个是很奢 哈哈 每年 现在的农历鬼节 呃 YouTuber 他们会拍一些 content 就是都市传说 对不对 你要拍都市传说 对 蝶先听过吗 蝶先听过 蝶先听过 听过 还有腕先听过吗 听过 先都听过 全部都是给人家先 哈哈哈哈 今天这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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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实验的这个都市传说啦 它真的是有个故事背景 来自日本 诶,然后 你对这种东西很有兴趣的是 你又怕 可是你又很有兴趣 可是 别叫我看惊悚片 可是自己又怕 对不对 可是他又很喜欢看惊悚片 刺激嘛 OK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很有刺激感的 content 在一个90年代的的时候 在日本有一个中学女生 嗯 OK 他的名字不懂叫什么 他跟你一样有一个桃子的名字 然后日本 没有桃子的 我是贵子 哦 樱桃 所以 Cherry 樱桃 还是有个什么什么桃子的 他的名字 OK 然后他当时候 他17岁 在中学的时候 OK 他在中学的时候 因为他长相 是没有很好看 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 时常遭受到他同学的霸凌 这个东西我们很普遍了 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他就是因为他长相比较不好看 所以他在学校遭受他朋友的霸凌 然后有一天 他们在上绘画课的时候 有一天他们在上绘画课的时候 就是在学画画的那个class的时候 然后他的朋友 他们一般朋友就是去霸凌他 然后在508080的过程中 他其中一个朋友 不小心拿那个绘画的铅笔 从他的镜像这边插进去 也不小心然后插进去 就是因为他们霸凌他 然后不小心发生了这个意外 OK 然后他进去之后 他就流了很多血了 现场流了很多血 而且那一支铅笔 在他的镜像差了蛮深 可是他没有当场死亡 然后他们就把他送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面就抢救 OK 在抢救的过程中 你知道结果就是非常不幸的 他就不会 然后 从那一刻之后 那个霸凌他的那个学生 也没有去学校 对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没有去学校 哦 就事情发生了过后 他就没有 可是我不懂警方 有没有对他展开什么 调查这个东西 我是不知道啦 OK 然后 总之 那个人去世过后 他就去世了嘛 然后那个 然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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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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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试试的这个独自传说 你没有讲完 讲完 讲完了 就是 就是他没有再去新社了 意外杀死他那个同学 过后就失踪 然后今天我们要试试的这个独自传说 就是关系到这个时间 今天的独自传说 我准备了一些东西 首先 他在画画的时候 他们用到这个绘画本 OK 这个独自传说就是跟这一本书 需要用到这一本书 因为他的故事背景 当时是发生在他们的绘画科 所以最后那个女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就是在死中 没有人知道 这个独自传说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这个画册 然后还有铅笔 你也知道为什么它有铅笔哦 就是因为当初这个东西 杀死了它 OK OK 还有一个东西需要准备 这个叫 叫别阵 什么 你们看得到吗 这个 这种 叫图钉 这种文具 OK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东西 是这个独自传说 它就是要讲这些东西 OK 首先这个独自传说 它第一个步骤 是要在这一本画册上面 画出那个什么什么塔 画什么 画那个死者 画那个人 你懂它讲怎样 就是画一个人头 这样 做一个代表 哦哦 OK 我开这个camp这边 拍近一点给你们看 你要做这个实验 嘿嘿嘿 我是喜欢吃鸡哦 可是现在 的时间点好像没有很对 现在的时间点才有设计吗 不准备 我现在画一个人头 随便画一个人头 这个很像一个饼盘 我久没有画画了 应该有你也画 有啦 OK 我画的还不错 对不对 还不错 对不对 OK 然后 画上它的眼镜 这个叻 就是这个独自传说的 第一步 为什么它这个图钉咧 这个图钉咧 这个图钉咧就是表示 代表 呃 当初那个 薩斯坦的学习 也就是铅笔 因为我们不能把铅笔 插在上面 这个时候突然间 狗哭的时候 你知道半夜突然间 很狗哭 不要 这时候电话想到来 哈哈哈 讲完了嘛 你假设这个是 是铅笔 OK 然后 根据那个故事的 故事的内容 它 什么声音 没有没有 它被 它的致命伤 是在它左边的景象 左边的景象 就是它的左边是这边 OK 左边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 它被 插了一刀 不是一刀 是 一笔 它被插了一笔 哈哈哈 然后 据说 如果 这一个 它的灵魂 如果真是可以来到这边的话 有200 你不要玩了 2月4 如果它的灵魂 为什么 我们开灯先去玩 不要 因为不会开太亮 开太亮 它可能不会来 OK 它来到去拔起 它来到去拔起 可是 因为玩蝶先就是这样 玩蝶先 这个又用蝶先 情景 你要懂这样 它的程序是一样 可能等一下它来了 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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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会弄它神奇 要怎样知道 它有没有来 我们要假装 模仿它当时在画画的情景 因为当时我们在上回画课 所以我们假装就在那边 会画这样 OK 然后这个独自传说是讲 这一个别针 它会有反应 什么反应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到我的话 它会 它会有一些反应 我不懂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现在也是很好奇 它会有什么反应 好 所以我们就讲讲话一下 我的手在发动 我们看得到 别来 真的吗 真的吗 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看它 会不会动是吗 好 我感觉到一点 我感觉到 我爱真的 感觉 还在加了 又不过了 你以为它不过了 真的会有反应 你画看 不要 你有画看 我不要 不要!不要画了!不要画了! 哇!很解欸!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是什么意思? 不要画了! 现在怎样? 不要!不要!不要! 没有 喂 它洗一下腰 我不要看 我现在手出汗到完咧 不要动它 你要这样 我把它出来看 怎么办 我现在擦了一道汗 不要玩咧 先去咧 你去拿一个 不要 你去拿一个透明杯来 对 我要盖着它 我看到它会动 不要 等下它冻咧 它冻的话就起毛 不要 你去拿着玻璃杯 等下它冻了 然后 然后我们就跟它讲sorry 然后给它回去 等下它要不要回应 去 我要做这个实验 我要看这个毒式传手 是不是真的这样扯 我们现在 用玻璃杯盖着它 B 狗在D B 狗在D 没有反应啊 鱼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你是这样 盖着背影啊 它就没有反应 不要 你试试看啊 你现在还跟着我耶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会啊 是的 我这样知道它不会 快 try 你不会啊 不会啊 不要 没有啦 不用玩了 我不用我 他不会动 我们真实了 剩了啦 现在开始啊 不可以马上讲停一听 没有玩过DN 先BG 没有玩过 没有 它的规矩是不会讲stop就stop了 等下我现在不用了啊 不用了 快点的话 不要 不要 不用 不要 它刚才是没有反应啊 不要 他刚才是没有反应啊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 快点 怎样 我不要拍了 快点啦 现在半 现在半夜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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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我不要了 自己玩了 不要玩了 OK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仪式 就是结束这个东西 结束这个独自传说 快点进来 现在这个独自传说咧 我们要一起念那个咒语 真的那个Google是这样写的 念什么 不懂我还叫什么名字 就叫它桃子 OK今天的这个二整Cherry��算是很成功的 算是蛮成功的让我觉得 然后我的故事你们觉得我讲的怎样 你觉得我的故事讲到如何 故事没有怪 只是结尾那个故事 后来那个女生 人识宗调 对 不可能 因为她是杀死那个 那个 她是杀死那个女生 那个熊熊 金方不可能 没有死下文的 一定会去check她的 可是你讲没有下文 OK 为什么这个故事讲到这样不完美 因为我摆不下去了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拜拜 我们下期见